说天有九星,地有九宫,人有九窍 天上的北斗七星加上左腹二臂 地上八卦加上中间的宫 然后人的九窍 脸上的七窍 加上下面两窍 前后 你说十窍,多齐 那个是剪断之后 就没有窍 先天本就这一窍 那这个就是成了死窍后天 所以这个洛书里面这个十也是个隐数 直到九 落到地下的九宫就是后天的洛书 在天为河土 那除了这个九宫之外 衍生出来的很多东西 那常理我们就知道 一些算法 那就是七门 九宫飞行 什么 风生水起雪 就这样来运用 这是我们玄学当中的 而落到比如说政治有这个景田志曾经最早所谓封建 那一开始人们都是有工心的中间有一块铁 那四周呢 那四周呢 它都是各个地方的四有田中间是工友 不是什么都不好 很多东西都是好 这后人家上的名词叫封建 又加两个字 又加两个字 因为你什么都不懂你才这么说 你要懂了敢去这么说那我们可以 吸尔宫听 那还有一种到后来就是这个宣布为公所有 只是给你使用权 为国家所有 你看当权者他是怎么一个想法 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用 那我们以前就算你小学没有学过这个九宫阁 在电视里面金庸说是黄庸庸考验 这个过境啊很多东西都多多少少听过 那所谓这个九宫阁 那就是呱呱加上一个中间方方的 而落到地上一定是方的 要不然他不稳 而且那个中间的数必须是五 所以你再看 他一连线 四方八面 相加和得等于是五 这是一个基础 还有变数 还可以超越这个各位数 那都不离这个规律 所以说九是八的一个进化 八是九的所应 那这个九个数 那还有就是曾经的我们叫九公分野 就是地上的九个国家曾经的起初 燕照寒味琴等等 对应天上的九星 各个的运用 各个的运用 延伸 所谓天人感应 天人相应 都是这么用 都是这样 最简单的九个数 这个道理 而数位跟数位之间都有联系 这个九公分野也是个大系统 我们有机会再讲 那这叫小九州在中国曾经的半途 那扩大到大九州 那就是地球 然后我们包括前面说的那个六 那个八卦 之前本来是六 四项 现在变成六项 那这六项 这个阴阳颠倒 阳阴颠倒 它算一个 就好像天上的上弦 上弦越下弦越算一个的 一个意思 那曾经也是 我们就不展开了以后 再挖掘专门再说 这个就很复杂 这些都是千古之秘 那至于说先天八卦 变成后天八卦 因为这个九的进入 我们又发现了其中的规律 至少数字我们先揭秘给大家 那就是这个二跟八这两个位置 后天八卦的 跟坤两个图调放位置